好 十多年找不到爸爸 爸爸變成是一個名詞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宇童你的故事 剛剛出生就出狀況 應該說是我從小到大 從我懂事以來 爸爸就不在我的生活裡面 可是我覺得有好有壞 因為好就是我完全不曉得 所謂的沒有一個爸爸的家庭 是什麼樣子 因為對我來講 我的生活就是我跟我媽媽 跟我外婆 那印象當中就只有 他們是一出生 妳一出生就離婚 就已經分開了 對 所以那時候算是 有小時候還是會看到我爸 可是他是一個禮拜 可能會來個一次 或兩個禮拜來一次 然後印象當中 他永遠都會跟我說 要帶我去遊樂園 但他每一次都 都只帶我去洗車 然後就把我 妳都一直看到那個 太可愛了 對 反正都坐在裡面想說 到底我遊樂園 什麼時候才要帶我去這樣 他每次都跟我說 下次 下次這樣 但是沒有一次帶我去 那後來 當然也有幾次就是 他可能說 是我生日帶我去買鞋 對 但是反正我知道說 只要有爸爸在的時候 媽媽他都不會在 可能都是我 不會一起出鞋 就不會一起 就是可能是我外婆 帶著我 然後跟我爸爸 然後我們出去吃飯 這樣子 那到國小就突然的 他就不見了 不見了 對 就是 他也不會 這樣兩個禮拜 就來找我一次 你發生什麼事情嗎 突然不見 完全不曉得 因為他沒有跟我生活在一起 所以我的 我的世界裡就是突然 這個人好像慢慢慢慢的 淡出飛道這樣子的感覺 對 可是因為我跟我媽媽的關係就是 我媽媽她很堅強 然後她是一個 要就是照顧家庭照顧我 然後又要去工作的 工作的女人 所以我就會覺得 好像有些事情 從小我就知道她很辛苦 所以我就不太 我就很 就會有一個雷達知道說 這個好像不能問 因為爸爸在的時候 媽媽都不在 印象當中 你會覺得這兩個人 應該就是不太好 所以我小時候 我就會很自然而然 我不太會 不太敢跟我媽媽提 就是我爸爸的事 對 那我只有有幾次有問說 欸就是爸爸咧 我媽就說你想找啊 你想看他嗎 我說想啊 因為是我小學一年級 我就記得我媽帶著我坐公車 坐得好長 好遠 段路 然後到了一家麵包店 她跟我說爸爸公司在那邊 對 她就說那你在這邊等我 我去找她一下 等了很久很久 最後我媽是哭著出來的 然後就帶著我就回家 坐公車就回家 然後那一次 就會有一種心情就是 我再也不要找爸爸了 我說我每次找爸爸媽媽都 哭 對 都哭啊 心情不好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 好 我不要找他了這樣子 那國中我就還是會忍不住嘛 還是會想要找 還是想要找爸爸 對 因為其實國小那段時間的那種 那種 就是那種家長會啊 什麼的 知道媽媽沒有來 運動會 爸爸沒有來 那是很尷尬的事情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一定要問他到底去哪 而且那時候比較懂事了 對 然後我就說我想要找我爸爸 找到了嗎 我媽就說好 我幫你問問 過了兩三天 她說好爸爸今天就是晚上會打給你喔 你要記得接電話 我就說好 我那天就非常緊張 然後那天上課都一直就是心不在焉的 就一直在想說晚上要接那通電話 晚上呢電話有打來 但打來的是 一個男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說 欸 你是余童嗎 然後我就說對啊 我想說 欸 這是我爸爸嗎 我說你是 他說我是你爸爸的祕書 我是你爸爸的祕書 你爸爸媽知道說你很想他 對 然後你爸爸其實也很關心你 可是因為爸爸他真的很忙 所以就是他沒有辦法打這通電話給你 為什麼他不自己答的喔 對啊 那你借我嗎 不曉得 就是 這個是完全沒有答案的 因為當下的狀況是 我整個就是已經整個自盪下來 就想說 什麼是你打給我 然後他還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找你爸爸 對 然後我是覺得 我找我爸爸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天經地義的事情 對 我就覺得很 我當下也說不出口 我就只是 所有的話全部都是卡在那個 喉嚨音 就是這樣 對 只是 這樣子 他就說啊 你自己要好好念書啊 然後你自己要加油啊 然後長大之後 你要好好聽你媽媽的話啊 就是祕書跟你講這些喔 對 所以搞不好 搞不好那不是祕書 會不會就是你爸爸 真的是我爸爸 他是你爸爸 會不會就是他爸爸 會不曉得 這是個謎 你爸爸的聲音已經忘了嘛 完全不曉得 對 那那一通電話講不到五分鐘 其實就掛了 然後我也是很氣憤的就掛掉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我再也不要找我爸爸了 對 所以從國一的那一刻起 我就決定就是 我不要再找他了 我不會想要管你現在過得怎麼樣 對 因為過去 因為其實我不會有那種恨 是因為我的生活 我覺得好像我沒有感受到 就是一個爸爸突然離開 是什麼感覺 所以我可能還是會抱有著說 我還是很祝福他 雖然我很想 我很想你這樣子 但那一刻我突然就有意識到說 你連一通電話都不願意跟我講 很生氣喔 對 而且你說隔天還是什麼 之後他打給我 沒有 我們就從此音訊全無 到現在我已經30歲了 我從來沒有任何他的消息 你沒有再找 你真的再也沒有找過他 他也沒有來找過你 他的祕書也沒有來找過你 他的祕書 還是從他的祕書這樣 如果你要找 現在要找是找得到的是不是 不曉得 都這麼久了 不曉得 那那個電話還是不是同一支了 對 因為基本上我也沒有那個電話 你現在有恨爸爸的感覺嗎 我覺得 以前一定多少 國中那個時候一定會很狠 因為我是看著我媽媽 她這麼辛苦把我帶到 對 就是我們兩個人是真的相依為命 曾經沒有錢到 兩個人只能吃麵包 然後她打電話要 當時她做業務 要打電話給客人的時候 她是必須得到外面 然後講那種電話卡 就是她是這麼辛苦 然後小小一個房間 她只有三套的工作服 她就只有這三套 家裡就是這樣 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她這麼辛苦把我帶來搭 她什麼都沒有做 所以我當時 國中念書的那一刻我就 那時候就非常的氣她 甚至曾經還做夢夢過 我要潛入她家 然後把她的東西全部都打爛 什麼之類的 都有做過一些像這樣子的夢 對 看似很真心 潛意識已經抓狂了 對 我覺得就是因為 我跟我媽媽 我們兩個人太親了 然後我們太在乎彼此 所以妳成長的過程 一定是特別獨立找收 對 很壓抑 因為像其實剛剛所談到的 我媽媽跟我父親的關係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的 是因為我媽媽她不會說 對 我覺得她可能不知道怎麼說 那我就只能從小時候的觀察 然後耳聞我外婆 然後她的朋友 然後可能稍微拼湊一下 大概知道 那個時候會不會是什麼狀況 可能就是爸爸 可能跟別人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我也不曉得 因為妳不敢再問妳媽媽 妳怕媽媽會傷心 對 然後後來就是 其實有時候也會怨我媽媽 因為我的個性到後來就是 因為我太壓抑了 當然長大還是會覺得說 很氣她 為什麼到現在 都還是不會跟我講說 你們的狀況到底是什麼 對 但後來我自己 有一天突然理解 反正那一次 我好像剛好看一本書 然後我突然就理解說 其實我媽媽她 也不是天生下來就知道 怎麼樣當一個母親 對 就她也在學習 她從一個就是女孩 然後開始她本來以為 這是她的愛情的時候 可能就是這麼的不順 她跟你一樣不知所措 對 所以她不知道怎麼跟我講 可是我覺得她已經盡她最大的努力 好 好